今天帮朋友改接品种大树嫁接 这个嫁接薄膜 电弓胶 剪脂剪 美工刀 美工刀好用 然后这嫁接刀 也有一把硬的一把软的 这个是那个胶布 还有这个愈合剂 现在开始嫁接了 嫁接这个是大脂幻桃嫁接 他的脂条全砍掉 以前的那个品种布行是酸的 这个脂条中间呢 切一刀 然后把那个皮层挑出来 把这个皮层给慢慢撬出来 上面呢修掉 修掉一点 然后呢 嫁接枝条 一边呢切成斜的 另外一边切一点点 这样就 插进去 把它插进去 然后上面又撩一点点白色的露出来 那个上面了 撩一点点露一点白色的 撩一两个牙都可以 剪掉它 因为这个价格不是百分之百存活的 因为这个价格不是百分之百存活的 所以在旁边呢 我要补了一根枝条 就是以后了 如果如果活了 剪掉一根 因为两根有点太密了 但是看它伸展情况 可以两根都留着 可以剪掉一个 还是一样的操作 把那个铸出来 把这个插进去 这下面如果用露 那个插进去 然后一点点东西 杂质跑出来 直接把它剪掉了 不影响存活 因为杂质放在那边 影响它愈合 然后用这个架结膜 把它包住 全部包住 上面那个 只要有接触的地方 全部把它包紧 预防那个雨水进来 不排除 对 很容易 现在 伤心 都没 什么 是 然后那个磨包完了再拿这个电弓胶布把它粘结实一点点 就是粘了它会结实牢固一点接触面会牢固一点点 我上面涂了这个是那个果素愈合剂 其实你也可以用那个油漆或者那个木工浇水 或者用那个价阶膜给它包起来也可以 上面那个套个袋子这样就保湿 前期保湿很重要如果你不保湿 那个枝条会超干的不影响存活 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是切接 你看那个枝条的大小 然后刀在那个枝条上面那个切里 跟枝条差不多大的那个范围出来 那个要对准那个木枝布 你看它中间那个木桃那个位置皮对皮 因为那个皮比较粗 所以这个是靠中间一点点的 就是要皮旁边那个线要对准 然后给它包好 一定要包牢固 还是套戴那个保湿 这个价格我是最喜欢的 这个就是蛇结 切 那个修一个斜面 大概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往下切一刀 接碎也是修个斜面 那个长度应该是三四厘米左右 那个前面三分之一往里面那个修上一刀 两边都这么修 接碎也修 然后那个章目也修 也修 好 然后把这条那个口给镶嵌进去 这样它中间也卡住 然后呢 如果你修的不够长的话 可以把它扒出来 下面再修一点点 因为这个两边上下都要撩一点点白色的那个东西出来 这就撩白 它愈合以后了 会把它包住 捏起来 这种价格就比较好一点点了 存活率不错 后期愈合以后了 分不容易刮断 大小的话 如果架结枝条比较小的话 你对一边就行了 然后用那个薄膜把它架结膜把它包起来 你旋转一圈 就是一条线 它就是当线用 然后用线把它长结实 这种就是 就是绑线的那种性质 它架结膜 有两个运处 一个就是缓水 然后你把它搓成一条线的话 它就是能绑得很结实 可以的 包点那个电弓膜 预防它那个松栋 然后还是要套带保湿 涂上预合剂 上面这个 如果你没有预合剂的油漆也可以 这个就是你补枝条的地方 就是在中间画两条线 那两条线跟你的结穗是一样大的 然后中间切断 把那个树皮给挑出来 挑出来 然后你要看看里面 里面它树皮 你要把它里面那个清理干净 因为里面那个如果 如果它没有到木质布白色的那个光滑的地段的话 它是影响愈合的 水分输送不过来 所以又找 又把里面那个刮干净 刮到那个光滑的位置 然后接受于挑一个芽 把下面那个一边修掉 两条修成尖尖的 这个因为那个买工刀好用 这个架节刀只能是擦皮接的时候好用 架节刀没有买工刀好用 买工刀修的比较光滑一点点 然后把这个下面插进去 然后兑进去 这个包薄膜的时候 连牙全部包下去 全包预还雨水进去的 我习惯下面用那个电 电弓灸把它那个牢固一下 但是这个不包到牙那个地方 牙不可以包住 包住就划不出来了 这个也是那个双舌节 因为这个好像拍的比较清楚一点点 然后呢 可以对比 前面那个枝条你看见有没有 那个颜色不对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那个修掉 因为那个是有点污染的 所以你修掉的话又新鲜的 你看这个 买工刀切出来的多拼着 买工刀还是有好用的一点点 架节刀的话那个 不好用 我习惯是因为买工刀 但是买工刀的话 如果是擦皮接的话 它太分裂了 不好挑那个树皮出来 还有假期的时候你们一定有小心啊 这个刀要慢慢来 因为很容易切到少的 你那个刀一定有小心 就是要小心那个刀慢慢来 不能切到少就比较麻烦了 双舌节就是这样的 两片卡住 中间有个东西卡住那里 这样就牢固一点点 接触面也大了 电工刀包完了也可以 也不需要那个 架节模仔包 其实电工刀也可以 电工刀就是后期拆的时候 难拆一点点 这个也是那个擦皮接 这个比较清晰一点点 这样呢 你们观看的时候会好看一些 清楚一些 你看这个挑皮 挑的比较清晰一点点 先挑皮 挑完以后了 上面切一刀 切一刀就是以后让它长出来的木 那个 玉核组织 填满着先粘住 粘多一点点 这棵树是因为是换品种 所以所有的资料全剪掉了 如果你是嫁接两个品种 就是你需要嫁接那个 字条拿出来剪就行了 下面你看有一个那个 刺出来 那个剪掉就是 这种贴皮接 挺好活的 还有这一种也是切皮接的形式 但是就是把它那个 一个皮给修下来 因为有时候呢 你那个刮那个皮的时候 它刮不出来 刮不出来你就用这种方法 两边修两刀 然后把那个皮撕下来 那个位置它跟你的结束一样粗 这样你看比较光滑一点点 这也是擦皮结的一种 但是只是两边那个 把它两边 两边一刀 这样那木质比较光滑 然后一边歇斜角 上边这边歇 修一点点就可以 这个修面一定要光滑 插进去的时候 对一边就可以了 一边对齐就可以了 然后先用电工救部把它粘住 然后再加结果也可以 这种操作都都可以了 没什么所谓 哪一种现场都可以 关键还是要包茄子 上面的那个全部要包起来 缓止雨水进去的 这个视频我会在那个花芽以后 那个操作 在更新 怎么样去抹芽 然后拿取袋子 这个也是酸十二截 这个好像更清楚一点 枝条比较大 上面露白下面露白 露一点点 这样更 更好的浴盒 你不露它以后长出来 那个 那个长出来 那个浴盒组织 它包不住 容易断 聊多聊一点点也没关系 这个也是切接 就切一个 你那个位置跟你的接税差不多大 就行了 然后那个砖目两边修 然后插进去包紧 包结实就可以了 今天的假期视频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那个后续更新可能又等一个多月以后 那个袋子取袋子磨牙的时候 我再更新 包紧包结实 你也可以把那个枝条全部包上去 把牙露出来 把上面全包好也可以 那样不需要套带也行 但是套带还是会好一点点 那今天的假节视频就分享到这些 谢谢观看 拜拜